上一次给大家讲到红军夺取安顺场的事情 这也属于红军的强渡大渡河 为红军争得生死攸关一战胜利的重要的开篇 但这只是一个开篇 因为红军夺占了安顺场 才发现这个地方想把红军全军渡过去 非常的困难 怎么办 红军的决策是夺取卢定桥 但是卢定桥这个地方是那么好夺的吗 肯定不那么好夺 那这一仗到底怎么打的 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解析一番 强渡大渡河 飞夺卢定桥 是中国弓龙红军在长征过程中经历的两场著名战斗 1935年5月24日到5月25日 为了进入四川腹地与其他方面军会合 实现北上的愿望 中央红军夺取了位于大渡河中游的安顺场 开始强渡大渡河 然而安顺场一带最宽的河道大约300米 而且水流湍积 船只一去一回至少要一个小时 毛泽东到场视察后表示 在仅有一艘木船的情况下 按照这个速度 全体军队渡河需要整整一个月的时间 红军如果滞留在安顺场 那么蒋介石的部队就会团团把他包围 但是这个时候 有人出来提醒毛泽东 谁提醒毛泽东的呢 安顺场的一个老秀才 九十多岁 毛泽东向他来找我干什么呢 就因为这个老秀才 听说红军的领袖是懂文学的 所以自己写的诗 给毛泽东看一看 他不知道毛泽东的诗词其实是非常优秀的 毛泽东看完之后就说了一句话 说这个秀才是买来的吧 为什么呢 这个诗写的也太糟糕了 这是对他的第一个评价 略带讽刺 但是这个老秀才 当时在和红军的将领们攀谈 说了一句话 说大军在此不可久留 就这一句话 毛泽东就说了 说他不应该是考秀才的 他应该是考状元的 你看这个评价马上不一样 就认为这个秀才 实际上很懂得形式 他就告诉红军 说如果你们在这停留的话 将来难免施大开这个命运 毛泽东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了 所以当时渡和没有多久 就开始安排部队继续向上走 去哪里 如丁桥 就开始了